云林同样是没什么下雨 但风势逐渐增强 也造成浊水溪沿线 裸露地扬成状况相当的严重 那么另外星星海堤 则是变成了石头鹿 山徒儿台风带来强劲风势 呼呼呼的吹 扬起阵阵烟尘 导致浊水溪沿岸一片雾茫茫 能见度非常低 也让靠近提岸附近的居民 饱受风吹沙之苦 没炒的就是像那样的 家中人有炒的就比较不硬到那样严重 关系比较多阳城 民众没有吓一下 院子外头几乎都被沙土给覆盖 民众只能赶紧拿起水管 不断洒水希望能够减少阳城 其实桌水溪一带 常年饱受阳城困扰 水利鼠之前也都有重氯植覆盖来防治 但7月的凯米台风 把氯植都给吹坏 导致裸落地面积扩大 现在台风又来 等于雪上架霜 雨掉都还没过来 所以变成说在阳城的 意识工作上会增加特别的困难 我们也是在加强在整个在监控 来到台西海边 风浪也很惊人 出现酒机以上阵风 有材料大排出海口的新兴海蹄 全长1.9公里 是以实力沙土堆砌而成 但是因为海浪长期拍打 地层下陷 再加上这次山坨颓台风来袭 让整条路变成了石头路 就连一艘小船阀也被冲上岸 横躺在路中央 路上大大小小石块 已经严重影响到附近居民和渔民的进出 还好没有造成人受伤 而县长张立善也率队勘灾 表示已经向中央争取经费 要尽快解决海蹄老旧的问题 结果真一 云林报道